早安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們在北海道的第二天早上 因為飯店沒有附早餐 所以起床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去找早餐 797 大包小包 原本飯店裡面吃到飽的早餐 一千二一個人 兩個人的話就兩千四了 所以我們就跑出來買 有水果、油肉乳、三明治、玉子燒 還有一碗麵 797 但是還少了兩杯咖啡 因為剛好他們的咖啡機在維修 每天都要來一杯Lawson的 沒有辦法冰咖啡了 因為太冷了 我們點HOT LATTE 哦對了我們今天還有一個新嘗試 就是這一次買了一杯 Milk Kokua 就是巧克力牛奶 他們這裡的牛奶啊 全部都是百分之百 根川產出的牛奶 我覺得就是因為他們的牛奶很好喝 所以配什麼東西都很好喝 棒 很漂亮吧 北大陰性大道 真的是有點可惜啦 就差那麼一個禮拜 它應該就會變得更黃更漂亮 今天下半天的行程 要去Outlet逛街 這個地方下個禮拜再回來看一看 看會不會變得更黃更漂亮 去Outlet之前真的餓了 我們來吃吃看這個 綠色的摩斯漢堡 這邊有兩個 期間限定 回到飯店來吃午餐 就說計畫趕不上變化 現在都已經下午2點08分了 我們竟然還沒有去Outlet 今天買的午餐是 早上那一家便利商店的丼飯 吃吃看 你看起來好像滿厲害的 490元日幣 肉是滿多的啦 這個感覺像是現做現賣的 還不錯耶 來日本旅遊要省錢的人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比你去餐廳吃的便宜一些些 第二個 日本的摩斯漢堡 看起來長得一樣對不對 一樣小份 一樣貴 一樣貴 390元台幣大概 其實跟台灣差不多 所以是台灣太貴 台灣太貴 這便當我可以耶 這便當你可以 我一直在吃剛剛那個豬排便當 其實我在台灣也很早吃摩斯漢堡 所以我沒有辦法做比較 但是我覺得還OK啦 應該問陳葉蓉的 現在時間是2點46分 我們要出發去Outlet 現在已經是沒還到的黃昏時刻了 我們就拍一些街景給大家看一下 到了到了 感覺在北海道就一定要吃北海道的冰淇淋 不管多冷 咖啡 牛奶 綜合口味 好吃 我們逛到人家全部都關店了 買了這些東西 其實基本上沒有沖繩那一次那麼好逛 特別是運動用餅店 因為他們都不賣短褲啊 都不賣短袖或吊子啊 對我們來說就差了很多 還算是有收穫啦 雷秋 不要說對你不好 幫你轉個扭蛋 你看看 100元 200元 200元 這個是你的紀念品 欸 是麵包 就是它咧 然後按了之後它會衝出去了 你喜歡的那一個 送你啦 每一次都這樣子 整個停車場 送我們一台車 山景Outlet 拜拜 我們 會再回來的 下禮拜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天的 最後一個行程 好好的來逛一下這個小路 也沒有什麼好好的來逛 其實我們只是要來這裡的妖爽店 來買一些 補給品 有 還是好冷喔 看我們現在多了手套 就沒有那麼冷了 呵呵呵 來我們要衝鋒堤橋路人到那裡 開始光駛了 你們看 他們的公車站怎麼可以這麼漂亮 啊對不起 不是公車站 是那個有點像 香港的丁丁車 丁丁車 在網路上面看到有部落客的文章寫說 在日本的Seven賣的雨傘 CP值很高 傘價很堅硬 我跟五一就來買一隻 來試試看 看如何 我們直接現場就在門口Review 欸 還有一個魔鬼站在這邊 打開之後 我們注重了幾個點 第一個是骨架 兼不兼顧 第二個 閃麵夠不夠大 還不錯 還蠻大的齁 還不錯還不錯 600多日幣 所以你折到來大概是200多台幣 在台灣隨便買一個雨傘王的那個雨傘 都要五六百 但這個閃麵看起來也蠻大的 夠一個人來支撐 然後它的骨架 聽說這骨架很厲害 要不要買一個來抽獎 送給粉吃 真的嗎 那買一個來送給粉吃好了 我們再來看怎麼抽 沒有看過這一家便利商店 第一次看到 大概也是日本的牌子 五一說 要給它一次機會 喝喝看它的熱拿鐵 那個橘色的喝過了 全家Seven Lawson就都喝過了 就這一家第一次看到 所以想說給它一次機會 所以想說給它一次機會 我們喝喝看吧 在日本買咖啡啊 付了錢就給你這個咖啡 大部分啦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來按 好來 喝喝看 五十五分吧 六十五分 好啦六十 我覺得沒有很好喝啦 奧雷那一家提醒 奧雷那一家是哪一家 奧雷那一家 奧雷那一家 喔對了對了 忘了跟大家講 剛剛在奧雷我們吃的晚餐有沒有 我們還有買一杯咖啡 如果有機會你們來啊 千萬不要買那一家咖啡 等一下咩 我心目中的第一名還是Lawson的 特別是北海盜 因為北海盜的Lawson 他們拿鐵的牛奶選用的是 跟穿的牛奶 燒好喝的 太神奇了在這裡看到這家店 這怎麼能不拍一下 咖啡店 但它寫的是新加坡酒樓 我們回到飯店了 結束了我們第二天的行程 來回顧一下 今天早上起床買完早餐之後 我們去了北海盜大學 然後看了影信看了楓葉 但是都不夠黃也不夠紅 預計是下個禮拜的時候會更黃或更紅 所以我們打算在第七天回到早餐來的時候 再去一趟北海盜大學再看一次 因為北海盜真的很難得有機會過來 所以不想要錯過這個季節 之後呢回來吃飯午餐之後 我們跑到Outlet去逛街 這一次在Outlet逛 沒有逛的像上一次沖繩那麼盡興 因為它賣的幾乎全部都是長袖外套 我們上一次在沖繩的Outlet那邊 買很多是因為買了很多運動用品 短袖啊 吊膏啊 短褲啊 這些就買得很開心 但這一次幾乎都找不到 包括他們的賣衝浪的那些牌子 到這邊都變成了賣滑雪的道具跟服裝店 所以沒有買太多 比較滿意的是這一次買了這個 墨鏡 我上一個墨鏡已經戴了4-5年了 那一直想要換一個不是像那種飛行員戴的那種墨鏡 所以這一次買了這個雷蓬 而且堅持一定要偏光鏡 我喜歡戴有偏光的墨鏡 就不是戴了 因為接下來幾天的行程裡面 應該就會很常看到我戴它 Outlet到最後無意都沒有買到它想要找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決定了在第七天的行程裡面 再回到Outlet一次讓它也好好地逛完 最後一個景點就是去到李小路 李小路基本上就是一個觀光區 然後沒有什麼特別的店 就是去哪裡買藥裝用的 但是最後我們也沒有入手 所以今天的結論就是 今天所有的行程 北海道大學 Outlet 跟李小路 我們在第七天的時候 都會再跑多一遍 但是我們說過那個雨傘要拿來抽獎 沒有忘記 截止日期就是 完結篇上船之後的一個禮拜 小小心翼 希望有人參加 好不好 那今天就是我們第二天在北海道的行程 就在這裡結束 明天確定要去韓館 這個沒有辦法改變 因為我們已經訂了韓館的飯店 所以我們就明天見囉 掰掰 我們就知道在這裡 我們就熟悉了 為大家間 inn� 啊 我們就忘記了 和你會一起走